羅東部的經營運營通過港大共識修法 沒有日子立百六兩年的制度 小莫通普調整 出現部分羅共和特國了 今年的第二點 羅東部國際法案提出 羅共日子立百六兩年 部分調整修正錯案 南百財財行日理治序的制度 台北都提供羅共 客戶人之間 被加班的費率 落實保障羅共憲治 我們的出發點是想說 如果能夠保持一些彈性 不管我們 對勞工或是對業者 其實對整個經營環境都是好的 所以我們原來的規劃 是比較傾向於一生一年 不過他的理工業 他的休息人的支出 輸入到老公團體的強烈反對 因為休息人 實在到老公統一 自封著作的UQ 研工送班 韓國學學院不是不可 一禮拜六六年 根本就會看得到 不過做不到 未到整齊民眾支持 勞動部增加重度 休息人的身資加急 除了重班 沒有到十點鐘 跟利用十點鐘來選 韓國學學院的加急費力 要提供到六年 因為現金的EU三分之一批 除了六年 和合作政家的EU三分之一批 用一批百元的老公來說 是說休息人來重班整日 以後 勞工朋友很容易了解 從禮拜一 到禮拜五 到禮拜六 所有的加班的標準 只有一個標準 就是你只要加班 除了原來的薪水之外 你就是另外再加給 一點三四 一點六七 比凡在休息日裡頭 所加班的公司安排 都納入每個月 法定延長公司的 四十六小時之內 那為什麼納入法定公司四十六小時之內呢 就是達到總量管制的效果 香港休息人來重班幾年 加班費未必要在 自圖和家的潛營運 不過全國父母 也在外人辦的三百姿 休息人和立工業 有的應用的選擇 羅東普共一部分 所謂的路公同調查 這家共後設置後 韓國共調南拜 會加強羅東檢查 和前出幾天 調查香港要求路公 在立工業 加班的行為和立法 外國是做到 公大公司的修法精神 他把興奮情供存在之後 特別播通